满周岁的这一天 可以说是宝宝一生中相当重要的日子之一 又被称作导座 许多家长们会在这一天遵循古礼 让宝宝进行人生中的第一次形象测验 抓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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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抓周这一门古老的礼俗 流传至今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 早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的皇室就有抓周的史料记录了 是一种用来预测宝宝未来前途的习俗 流传到现在 虽然时代进步了 家长更重视孩子的后天发展 但也有不少家长依然遵循古礼 为宝宝举办抓周仪式 窥探孩子的未来发展 为什么会想要带来抓周啊 我觉得一年一个 生只有一次 然后还蛮有意义的 然后就是带小朋友来体验一下 那今天你觉得 今天实际状况怎么样 其实有点 无法控制小孩子 可能想睡觉 但如果 圆满完成的话 一定会就是 蛮有纪念意义的 那在抓周之前 你本来 你觉得期望是什么 期望 我觉得他 可以抓出他想要的东西 然后可以依照他 可能抓出来的东西 去走他之后的路 然后平安长大这样子 虽然说抓周仪式 不能完全尽兴 但却也可以说是 宝宝一生历程中的 一次欣赏测验 或许用宝宝稚嫩的小手 在面前众多的物件中 找出来的选择 多少能对宝宝的性格 亏之一二 也算是为宝宝未来的人格发展 建立好的基础 记者 蔡宏祥报道